從今年的10月3日起 水警連同食環署執行一項走私 打擊走私動躍的行動 針對走私集團利用快艇 用螞蟻搬家的方式 從中型或大型的船隻 例如滾船或貨船 從海上官員動用 去到大馬力快艇走私內地的情況 在這個星期裏面 水警各軍區人員分別 在東區貨物起射區 機場三跑限制區 以及油麻地貨物起射區裏面 發現4隻等船和1隻貨輪 總共有20隻貨幣 全部大約有450噸凍肉 其中懷疑有不安全的凍肉 包括牛肉、豬肉、內臣等 貨值大約有1億3千萬港元 水警刑事部也拘捕了兩名 有黑社會背景的本地男子 年齡是52至60歲 他們的罪名是走私和危害他人海上安全